疫情嚴峻 雙北成為重災區 北市府大樓也爆出有確診者足跡 今天還是要進去工作 要上班 要工作 對啊 沒有辦法 無論是要洽工民眾還是送貨員 聽到消息雖然驚訝 但為了工作還是得進出市府 據了解北市新公署一名委外廠商人員 平時會到北市府洽工 最後一次是5月13號 進到市府大樓 6樓新公署辦公室 19號確診 目前也匡列5人居家隔離辦公 新公署外包廠商顧問公司的員工 所以他並不會每天都到市政大樓 這邊來上班 雖然決心外包人員 但還是讓人憂心 另外社會局所屬位在萬華的社府中心 也驚傳有人染疫 一名社工20號PCR檢測確診 緊急匡列相關接觸者32人 幸好快篩結果都是陰性 不過社工經常要家訪或居家服務 社區傳播恐怕不容小觸 為了不讓弱勢跟個案的服務中斷 服務打烊 那麼原本社府中心的業務 我們也有中正社府中心的同仁 馬上被原指引 疫情緊急到連市府機關局處同仁 也沒能倖免 民眾只能多多提高警覺 記者知貿林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 инов野聲被азыв賣 稍 endanger подготов著 譬如次郵政典 ön目的是 更拜登隊 王合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